朋友们好,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看大山 现在啊,我家这种五线城市 也发布了一个新的规定 就是什么呢? 今年过年,禁止延放,烟花爆竹了 哎呀,有朋友说呀 哎呀,那不太正常了 我们的城市都进康好几年了 确实,大城市都有好几年前就进康了 哎呀,心里呀,也知道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早晚会有这天 但是 说实话,虽然咱也认同 虽然知道,不放烟花爆竹呢 有很多好处 例如啊,什么空气的污染呢 环境的污染呢 例如减少火灾呀 例如减少人身伤害呀 哪年都会有一些放烟花爆竹受伤害呢 是吧,例如什么环卫工人一早 不用那么辛苦啊 咱都知道,是有这些好处 可是呢,突然之间知道自己 要过一个静悄悄的三十夜 总觉得空唠唠的 说实话,现在本来呀 年味就越来越淡了 就没有以前年味足了 你说在这个方便炮也没有了 这个年味感觉好像没了一样的 还记得啊,我小时候啊,虽然我家是城市的 比不上农村的热闹那么多事儿,那么多规矩啊 那么多,那么好 但是呢,也是年味十足 我记得啊,每年从腊月开始 父母啊,就开始断断续续的采购了 什么花生啊,瓜子啊,橘子 这么点儿了,你离干儿都拿去了 都让我偷吃了啊,就这样 哎,那那感觉很有滋味,是不是 然后呢,还要买啥呢 买点什么鸡啊,鸭啊,鱼啊,鱼啊,鱼啊 哎,开始陆续采购了 那这儿啊,家里没有冰箱 采购还从哪儿啊 就我家东北嘛,就洞在窗户外头 啊,阳台上,哎,就往那一洞 哎,现在可不行了 现在你洞窗外头,估计都得化了 时间长了都得凑了,是不是 哎,就是这样子,哎,那就是采购 感觉父母啊,从一到了 哎,这个十二月份 就开始什么呢,哎,就 就是开始有过年的这种气氛了 到了腊月二十三 那就感觉就是新年开始了 嗯,全家开始扫房 打扫卫生 哎呦,腊月二十三扫房嘛 也叫,有的地方叫松少王爷 是不是,哎呦,那可是 是可多了,可忙活了 我们小孩呢,虽然不用我们干什么 我们也跟着忙活 啊,忙活了,忙活了 感觉可热闹了 然后从这天开始 大人们就开始忙了 就是整各种好吃的 什么呀,像我那这儿啊 我家那这儿都过奶他们啊 我父母他们就什么 砸伞子 砸麻花 砸丸子 蒸包子 蒸馒头 蒸豆包 一盆一盆的 嗯,为什么呢 他们说是什么 到了处于什么那几天不开火 啊,不开火 然后就吃这个似的 我也忘了,现在有点记不清了啊 反正就一盆一盆的 说的是呢 过年吃的 但是我和我哥哥那点手 拿着 砸了咱就吃 砸了就来吃 到吃饭了 不吃了,吃饱了 砸出来热乎乎的 可好吃了 啊,完事往那一放 哎,这个挺好 大人们呢 就,哎呀 忙起来了 就过年的气氛就来了 啊 那么,到了三十那天 那就更不用说了 早日一早起来 家里人们全给换上新衣服 不但我们小孩穿新衣服 大人也都穿上新衣服 哎呀 过年了嘛 都穿新衣服 是不是啊 哎,然后小孩这天就好了 从这边开始 这么,大门贴春联 挂灯楼 啊,各种家里各种 摆好 摆上,哎 小孩们呢 就那小边 拿着就出去了 玩去了 那小边拿着 嘶 啪 啪 哎,是不是啊 哎,遍地都是 小孩们你跟我跑 我跟你跑的 哎 这玩的可高兴了 啊 一直玩到 吃饭 啊,年夜饭 哎,那真是年夜饭 啊 整了 说实话 那阵的年夜饭呢 真香啊 嗯 可能咱得承认啊 那阵生活质量 没有现在这么高 不像现在 不用过年想吃啥就吃啥 那阵呢 达不到那种程度 但是呢 年夜饭这准 整得很丰盛 哼哼哼 香啊 真香 真热闹 啊 是不是啊 哎呀 哎呀 这家父母们也高兴 我爷爷呢 也高兴一家传具 吃完年夜饭了 大家呀 瓜子啊 苹果呀 橘子啊 各种东西摆的 都摆出来了 大家就边吃边聊 边看晚会 小孩呢 你愿意看就看 你不愿意看 那就出去 满大街都是小朋友们 在一起玩耍 是不是啊 哎呀 就想玩啥玩啥 哎呦 可好了 以前小时候你说 平时大黑天 也不让你出来呀 这就随便了 随便个外头疯跑 那到点回来就行 是不是啊 哎 他们大爷们看晚会 一天可乐呵了 哎呦 眼里好 有时候我不爱出去玩 我也跟我父母看晚会 哎呀 高兴了 感觉眼里可好了 是不是啊 然后呢 到了十点多钟 啊 父母们呢 就开始准备包饺子了 和饺子馅 和面 大家 全家人齐上阵 一边包饺子 一边聊天 那个气氛特别好 这个包饺子的气氛 和买饺子的气氛不一样 现在呢 有的家庭也包饺子 但是呢 人口少了 而且没有那种气氛了 那种时候 真的是 不是为了包饺子 就是为了全家住在那 我们也上身 啊 我那时候还小 我也上身啊 我是很小就会学了 赶 赶饺子皮了 那天被我父母骗了 为什么呢 啊 学赶饺子皮吧 嗯 后来我才知道 赶饺子皮累啊 等我学会了 全家全包饺子 用我一个人赶饺子皮 累坏啊 我跟他 现在我到哪还赶饺子皮呢 我到老后会学这个事了 哎呀 反正就是 哎 特别热闹 赶完饺子皮了 下饺子 一股 到了11点 就这种卖手 拼了忘了 变爆 哎呦 那个隆重 那个响啊 那个过瘾啊 我们也出去 那边不怕小孩出去 父母们也出去 大音们也出去 不像现在 那烟花 呱那么老大 那么漂亮 没有 全是小烟花 魔术蛋呢 散光雷呀 有点小烟花呀 但是呢 家家户户都出来 邻居们都在 打着招呼 小孩们玩着 乐着 看着你家的花 看着我家的花玩 那个气氛 那个气氛 不是光看着烟花的漂亮 而是左右的邻居们 朋友们在一起 说说笑笑 看着这种 每个人都充满了欢乐 不只是孩子们欢乐 不只是光看着这个烟花 都漂亮 好像那种气氛 就是过年一样 甚至连我爷爷有奶那么大岁数 都下楼来看 现在你看看有几个岁数大的 就算让你翻烟花 还出来看吗 都说哎呀啥可看的呀 是不是 没有那个气氛 因为什么呢 你家放你家到我家 放我家 谁也不认识 那点是我们那一门洞 甚至一个楼 都在一起下来了 都互相聊 互相聊 互相点 都这样的 那气氛多好啊 多过瘾的 那才叫过年呢 到处一早晨 早早起床 我们小孩怎么样 就像那时候我和我哥小啊 楼上楼下 这个楼的 开始拜年了 小孩是第一波 我们那边 我不知道别的地方啊 小孩像我们那时候小的 第一波 开始挨家拜年 咔咔咔咔咔咔 早早的去啊 挨家拜 到谁家都给汤 给我拿一把 装子啊 拜完年了 我们完事了 就开始我们父母那代人了 他们那般人 长辈成年的 开始挨家拜年 你想我家 我爷我奶在 那么我家络绎不绝呀 人 拜完了 然后谁拜年 不是进屋挂 你大部分都是坐两分钟 哎呀 我也不绝 然后呢 都拜完了 开始走出去这个楼 啊 单位的同事啊 真的是热热闹闹的 我们在那个地方 就是一个距离的地方嘛 一个厂子的社区啊 那所有人互相可能 夜市地比较多 大家互相拜年呢 怎么怎么样 哎呦 感觉可热闹 到哪 你跟路上走 你看到过年好 过年好 哎呦 全是热闹 哎呀 感觉有幸福 是不是 这种过年的感觉还有吗 那这呢 人人脸上都洋溢着那种笑容 洋溢着过年那种轻松 感觉真的是在过年 因为没有什么想的 不想什么烂七八糟的 就是过年 就是开心 然后呢 初二开始 初三初四初五初六开始 创亲戚的 什么的 反正一直怎么也得热闹到 初七初八 这个年呢 才会慢慢的削落 年味才会慢慢的大一下来 有的农村可能 一定得更长 是不 我们城市可能猜着 但是也得到那一阵 是不是 哎呀 感觉真是过年 真是好 现在呢 三十之前 和平时没啥区别 你就到了二十九 今天可能二十九四三十吧 是不是 我没说 反正就是到了那个时候 你也感觉不到过年的气氛 就感觉没有过年一样 什么还这事呢 这呢 到了三十那天 算是有点气氛了 哎呀 刮个灯了 贴个对联 算了 以前呢 哎呀 晚上是吧 人家还放个泡 买点泡什么的 这也就是到头了 也就吃个年纪饭 就是吃 吃啊 大家也都不爱吃 有的人呢 还不客家住了 上饭店吃也有得了 虽然食材皮那点好多了 但是吃的也不香了 因为谁也不擦那一口吃了 感觉就那么回事 年纪饭也就是 不得不吃罢了 其实你真正说爱吃不 哎呀 这有啥吃头啊 就是不得不去吃这顿饭罢了 吃完这顿年纪饭 玩事干啥呀 要是人多的家庭 大伙麻将 要人少的家庭 和平常一样 无聊 看看春晚 呦呦 没啥玩啊 不好玩 没意思 可不可以老一样 该干啥干啥吧 哎呀 小孩呢 还能拍摸帽子 三十二晚上放个鞭炮 现在呢 鞭炮也没有了 素素晶晶的三十二晚上 我总感觉 这么素晶的三十二晚上 有一种 那种感觉 好像很失落 是不是呢 哎 过了三十晚 到处一更吃了 以前就像我说 那拜年楼上 现在哪有啊 现在就是什么 关系好的 给你发个微信 宋哥 不点好 啊 怎么怎么样 哎 这就是不错的了 大部分啥 群法 啊 一套那个语言啊 听着挺漂亮的那种语言 反正一发 发三十人 挨打打地了 你说这算是拜年吗 啊 好吧 这也算行 还有一种 直接个朋友圈发了 谁谁谁 给所有认识的人拜年了啊 完事 好吧 这个就是说白了 就是这种年 拜不拜也不搭紧了 是不是 也没什么 现在对这个拜年 好像也不那么的啥了 也没有意义了 拜不拜都这样吧 啊 这样的事 还叫什么拜年呢 啊 然后 初一早晨 基本上这个年 就过完了 基本上和平时就没什么区别了 年 就完事了 以前过年 那么长一段时间 都有过年的气氛 现在 两天 年就没了 就没事了 哎呀 一想着啊 今年的三十 以前的三十 热到定光 虽然我也不去看 虽然我也放的也少了 但是总感觉有那种气氛 一放边了 快的 要到十二点了 啊 今年要过去了 总有那种感觉 现在今年呢 就是静悄悄的这个四年段 可能那些 早已经就进放烟花泡住了 都已经习惯了 但老宋可能今年第一年 要感受这种静悄悄的新年了 新年夜了 总是会觉得有一些失落 总是感觉缺了点什么 总是感觉新年 年味 没了 你说啊 现在的孩子 等他们长大了 过年 能给他们留些什么呢 他们还能像老宋这样 说出这么老多过年的乐趣吗 可能对孩子来说 过年 过年就那么回事吧 是不是等到了 多少年 多少年以后 年 就没了 你们说的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宋 看大山 希望朋友们 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